內地女星趙薇近日疑似被內地封殺 所有影視作品被下架 有指她被列入劣跡藝人名單 事件發生後趙薇的好朋友軟納 坦然朋友都找不到她,令人憂心 直到昨晚有傳趙薇已經飛往法國 到老公黃有龍的酒莊避世 不過今日中午約12時 趙薇在IG貼上留言店頭 似是向朋友報平安 不過她就沒有更新微博 趙薇在IG貼了三張照片 第一張是一個放在書架上的報公仔 背後有不少中文書 第二張是山果樹 最後一張是晨天下的一棵樹木照片 留言亦談及她的父母 由相片難以看得出趙薇身在何方 不知道是否如她所言和父母在一起 而不少網友見到趙薇現身 都留言表示很開心和鬆了一口氣 不過大約在一個小時後 趙薇就刪了這個IG的貼文 趙薇 感谢观看